对不对 这里有哪一个人不懂讲华语的 都懂吧 其实 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从新加坡来 我是一个女人的丈夫 我有三个孩子 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我从十一年前 我已经开始幕会 从零九年开始 我都一直到大陆开始宣教 那目前我们的施工 是在新加坡是本会 然后在马来西亚 东南亚 中国大陆 美国 我到处去的地方都是华人教会 我看到主的工作 实在是在我们华人教会当中 这个民族呢 心灵是最饥渴的 现在来讲 曾经是英国人 曾经是美国人 曾经是韩国人 那现在是我们大陆的华人 也包括我们海外华人 所以我们海外华人到的地方呢 不是开餐馆 就是开教会了 所以我们都在这个餐馆里面聚会 对不对 那么我呢 这一次是第一次到圈迈这个地方 我听说当中有好一些弟兄姐妹 将来是要做宣教师的 有没有啊 举手一下 让我看一下好吗 感谢主啊 这是最荣耀的工作了 没有比做宣教师更荣耀的 也在各位的年龄 这么年轻的时候 有这样的呼召 这本是从神来的 但是你们实在是要确定 你们的呼召啊 那另外一个好一些是 从大陆过来这个地方 听说是暂时学习英语 那然后很快要回去的 举手一下 让我看一下好不好 那好 也差不多啊 那很快要回去的 但是我想各位能够 从大陆那个地方这样过来 花时间 花金钱 花精力 想必各位是有使命的人 各位是为着教会祷告的人 然后有意向 将来各位学了英文之后 我知道可能各位是有负担 到海外去 用这个中文跟英文 把这个福音穿扬 我常常跟我孩子说呢 这个全世界呢 80%的人不是会华文 就是会英文 如果你这个两个语文 掌握得好呢 就够了 所以的确是 那我想说的就是 今天那么很重要的 我要讲的一个课题是 我想我们做牧师也好 宣教师 或者我们要做一个传福音者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 在我的人生里面呢 对我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呢 最大的难题 也可以说就是 我一直在挣扎的地方 就是上帝啊 我怎么把很刚硬的人 能够叫他成为软化的 这个不但是宣教师要面对的问题 我们宣教师不用说的 来到泰国这个地方之后 马上会感觉到这个地方 这个福音是荒凉 但是人的心灵里面是刚硬 听说在整个泰国里面 只有0.4%是重生的基督徒 重生不重生我不知道 就是教会里面的礼拜堂图了 那么各位都知道 从这个泰国再往北部去的 这个就是缅甸了 缅甸呢 在一百五十年前 这个Judson宣教师 他到缅甸 从美国到缅甸的时候呢 在那个地方跟他的家人 六年之后呢 才得着一个信主的人 六年之后 在一个白人 在一个佛教地区里面 六年 那他自己也得到很多病 他的妻子 妻子呢 一个一个就是离开 第一个离开了 第二个离开了 然后第三个 各位都会知道 那他1850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整个缅甸就七千个重生的信徒 然后那个时候就差不多六十多间教会 然后留下一百六十多个宣教士 那可能缅甸一直到今天呢 可能他想也没有想到了 圣经已经翻译成缅甸化 然后百分之四 就是六千万个信徒 六千万个人口 百分之四是信徒的 相当多了 在一个佛教地区来说 那有很多要做宣教士的人呢 一到一个地方 要开荒是何等的难 因为那个土壤很硬 怎么松土 人的生命怎么带着有一些的思想观念 或者有一些拜偶像的趋向 或者我不要说是做宣教士了 就算是跟你自己的家人传福音 各位我们都是亚洲人 华人 家人没有信主的拜偶像 拜祖先 有这样的人 怎么能够叫他们这么刚硬的心灵里面 有些人一听到耶稣这个名字 以前我的父母一听到耶稣这个名字 马上就拒绝了 各位很多的家人都是这样 你怎么叫他们柔软起来呢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传福音者 真的爱主要传道的人所面对的挣扎 那另外一个挣扎就是 那现在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要回到大陆教会了 大陆教会的光景各位都很清楚的 各位去到大陆的教会里面形形色色的人 教会里面什么种人都有 有时在教会里面看见真权夺利的人 有些只有来教会要求医治的人 不是要求认识我们主耶稣的 有这样的光景 那有一些是冷淡 沉睡 或者有一些很自满的 各位如果常常有接触这样的信徒 有牧养的人 马上会知道 这样沉睡的人怎么叫他们醒过来 刚硬的人怎么叫他们柔软 很自满的 觉得自己不错了 有一些神学知识了 什么都有了 懂得很多了 好像看起来传福音有果效了 但是你看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破碎 没有追求 没有哀痛 那这样的人你怎么叫他再次破碎自己 来追求那位上帝 你的生命里面不要自满 乃是要看见你是瞎眼的 赤身路起的 追求这位主 其实有时候呢 我们做牧师的最大的挣扎是这个了 我跟各位说 讲来讲去两个 第一是非信徒 非信徒呢 就完全在异教里面 怎么叫他们柔软起来 另外一个呢 是信徒 但是不冷不热的 或者在一个宗教形式里面的 已经很久的这样的信徒 麻木的 你怎么叫他再次有火热的兴起来呢 以前我刚刚做牧师的时候 我相当看不开有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 有时传福音的时候 人不信的时候 马上进到一种辩论 所以马上有辩论的时候 人的一个反抗的心都来了 甚至你传福音的时候 你要信 你要信啊 耶稣很重要 你要信 我告诉你 为什么你不信 继续这样讲的时候 这个不是福音了 这个变成墙壁了 我们做牧师的人 我常常在我教会说 我有权利 要求你们要顺服 你们应该要顺服 你们应该要活热追求主 但是这个可以墙壁吗 这是不能墙壁的 所以我们师父真牧师 Charles Spurgeon 他说这句话 神的福音是叫人 成为一个被上帝的柔软的羁绊 各位懂吗 什么叫柔软的羁绊牵引 神的福音的大能 是能够叫一个人 一个信徒 甚至一个还没有信的 能够叫他成为一个被神的柔软的羁绊牵引 什么是羁绊 羁绊是链 困着一个人 但是是用什么 不是用铁链 是用很柔软的丝绸 所以英文叫silken fetters 如果各位听过silken fetters 丝来的 就是人一坠开的话 马上能够坠开的 但是呢 一个人心甘乐意的 被主的恩典融化 被主的恩典牵引 好像一个柔软的羁绊 困着他 然后牵引他的 各位理解吗 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无可抗拒的恩典了 各位 我们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叫我们旁边还没有信主的人 我们怎么到一个宣教之地叫刚硬的人 能够信呢 各位注意听 我得到的答案是 若是你面对越刚硬的人 越不可能的情况 在那个时候 你越是要放掉自己的力量 因为只有那个创造万有的 创造人的心灵的 改变人的心灵的 那位上帝能够做的 上帝要接着谁做呢 弟兄姐妹 我告诉各位 福音有这个能力能够改变人 生灵有这个能力能够改变人 但是上帝要接着谁做呢 上帝要接着真信福音为事实的人做 上帝要接着真信祷告的人会做的 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是福音讲得不清楚 第二是把福音讲成知识 所以讲的东西都是理论 从来不能叫人的心灵里面 即可主 依靠主 这个就是祷告了 所以这个 如果真信福音的事实 认识相信福音的事实的 跟因为你认识了福音之后 你的心单一的依靠主 真信祷告的能力的人 你会看见无论上帝拆你到哪里去 无论你的家人是多刚硬 有一天必定因你而行 阿们 阿们 我父母为他们祷告了二十年之后 他们信了 他们在教会里面 现在 前两年 就是他们重生受洗 那我给他们实习了 那我妻子为他们为他的父母亲祷告 二十五年 到现在还没信 师母 有时候我看她的样子很可爱 我师母的意志力没有这样强 我看她有时累的时候 就是躺下来 孩子叫她 妈妈快点起来 我要吃早餐了 哎呀等一会 我还要睡 但是有时候我看她 由于一起来要向她的父母亲 前两个礼拜是受难节 复活节 就是她 就是早上 中午 晚上 明天早上 一直打电话给父母 你们要过来教会啊 你们要再次听神的话 你们已经活到这把年龄了 你们应该认识这永生之道啊 那父母亲每次欺骗她 说会来 后来又没有来 但是她还是宁愿被欺骗 也要再次 要相信他们的意思 也这样的做 我看师母这样的心呢 这是圣灵的能力来的 这是圣灵的能力 我告诉弟兄姐妹 如果你真信福音的话 你不会体贴什么挫折感 失败感 你不会体贴这个的 你也不会因为人欺骗你 人逼迫你 你来痛苦的 反而这些欺骗你 逼迫你 耻笑你 是反而激动你 激动你 更是向他们传福音 更是为他们祷告 各位知道吗 这就是福音的能力了 今天很多人传福音是 其实根本没有把福音的精华弄清楚 所以心灵里面是 好像把这个传福音或者宣教的东西当作一种成就感 好像你传福音人信了 很有成就感 我告诉各位 如果因成就感而做的话 今天缅甸不会有百分之四个信徒了 我们就圣教师早就放弃了 各位理解吗 是按照事实来做的 你信了事实之后 人就算不信 也因他的刚硬 反而激动你 更迫切地为他祷告 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福音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期结束 一期结束37章 有些人对这段经文是相当熟悉 这是枯干的骸骨 的一个异象 我们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 然后已经被巴比伦掳去之后 所以在这个难民营 这样的地方 非常的灰心 信徒们也非常的自责 在那个光景里面 以色列人先知起来 然后成为上帝的代言人 把神的话在那个时候 很清楚地让以色列人看到 听到叫他们回复 所以是一个回复的信息来的 要给他们希望 在耶利米时代 以色列人还没有被掳 所以耶利米是一直责备他们 你们必定被掳的 一直讲这个东西 你们拜偶像 你们不要觉得你们会平安 你们一定被掳的 你们不悔改的话 这一切都会灵了 就算现在你们悔改也太迟了 你们心已经硬了 那个是耶利米时代讲的 上帝是这样的 对不对 在耶利米的时代 上帝是这样 但是在以色列的时代 你们要回复的 纵然你们的样子 像枯枯干干的骨头 什么力量都没有 什么生命都没有 但是上帝要做 上帝能做的 这个意思了 各位一起看三十七章 三十七章 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 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 将我放在平原中 所以这个是一个幻象来的 在灵里面看见的 不是实在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情况 但是灵里面看见的 就是人的属灵的光景 整个以色列国 他们属灵的光景 是这样了 这平原遍满海骨 它使我从海骨的示威经过 随之在平原的海骨 甚多而且极其苦干 完全没有生命的 没有水的 他对我说 人子啊 这些海骨能复活吗 我说主耶和华 你是知道的 然后他又对我说 你像这些海骨发育眼说 枯干的海骨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这些海骨 如此说 我心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我必给你们加上筋 使你们长肉 又将皮遮蔽你们 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你们就要活了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各位圣经不要关上 各位我们看见 我们尼希姐呢 他来到一个平原 一个旷野 都是海骨能 这是好像预言以色列家的光景 这个可以说有很多的牧师用这段经文来讲到 一个腐烂的教会的样子 所以这段经文可以说 一个腐烂的教会要怎么回复 要怎么回复 那一个一个海骨呢 也能说是一个 一个信徒 一个腐烂的信徒的生命 沉睡刚硬自满的那个生命里面 全部枯干的 没有水 没有水的 枯枯干干的 水的意思在圣经里面 可以指恩典的意思 恩典 这个一个鬼从一个人身上被赶出来的时候 主耶稣说 他在无水之地走来走去 对不对 无水没有恩典的地方走来走去 所以水没有恩典的地方来的 那么这个海骨呢 就是完全枯干的光景 各位弟兄姐妹 可能你的家人 或者你要去的一个宣教之地 或者有些人还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只有看到我宣教可能很伟大 很有一个热忱要做 我先跟你说 你是会去到这样的地方 你是会面对这样的人 你不要以为就只有一个佛教地区 回教地区才是这样 有时候你进到教会里面 其实上帝说教会的光景都是死的 像启示录讲的 撒底教会 死的 死的光景 老底家教会 不冷不热的光景 所以去要去到这样的地方去了 那么各位 这个一去的时候呢 很多人我在做牧师宣教师的时候呢 有很多宣教师 是先跟我说他们的策略 我们要一对一培训 我们要怎么就建立这个工人的生命 然后怎样怎样做 但是做了做了两年三年了 哎呀还是这个样子 或者就是拆拍去去然后就回来 然后呢遇到什么诱惑什么苦难 马上就放弃 很多的理由 那么我想呢 我们先要明白 我们拆拍一个人的时候呢 或者我们像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他们生命的状态是怎样 现在我们常常关注的是动态 不是状态 各位明白吗 动态是怎么动 怎么做 搞什么 有什么节目 有什么的策略 然后这个人我们培训他 两年三年之后 然后他怎么能够出去传福音 这个是动态 弟兄姐妹 但是状态是怎样 这是死的光景来的 教会里面死的光景来的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教会的问题不是没有布道会 没有培林会 没有节目 教会的问题不是这个东西 教会的光景是 那个教会的状态 各位看一下 各位 所以家人现在你要强逼他信吗 你要强逼他能做什么 你要去教会吗 你要先知道他的状态是死的 死的不能动的 死的不能长的 所以很多的 我发现很多的牧师呢 他们犯的错是什么 他们带领一个人的生命 好像跟他们传耶稣 你信耶稣上天堂 这样的东西 他信了 他做觉知祷告了 他有没有重生 不知道 然后一直培养他 两年三年之后 但是为什么他的思想观念是 没有改过来 很奇妙啊 没有改过来 然后呢 就派他到一个宣教之地的时候呢 他以为他是宣教了 到那个地方做老师 到那个地方做生意 然后没有传福音 然后我是宣教了 我跟各位说 你一定要搞清楚一个生命的状态 不是他的动态 因为他是死的 他还没有活 或者他跟神还没有产生关系 之前呢 你不要把施工加给他 你不要认为他能够被培养成什么门徒 彼得呢 要在海边重生之后 遇见了耶稣 主啊我是罪人 然后神才拆派他的 保罗在大马斯格路上看见光了 那个时候他恍然大悟了 重生了之后 他才能够被拆派的 各位理解吗 一个人要被培训 要被拆派 是先要重生 弟兄姐妹 他的状态 还没有搞清楚的时候 怎么能动 所以 如果为自己的家人祷告 或者旁边的人 很刚硬的人 如果你看到他们是死的 那你还能做什么 请问 大家可以回答我吗 你还能做什么 跟他传 继续跟他 再跟他传 我跟各位说 如果你面对一个人刚硬到极点的时候 那时候你要跟神要连接起来的 你要按着神的能力 神的主权 从他那个地方得能力 你祷告当中发现他会做 他能做 你得到这样的答案之后呢 然后你才能够有能力跟他传 各位明白吗 所以各位会发现 为什么上帝问 以细节啊 人子啊 你说这些海骨能复活吗 为什么神要问他 有些人说 为什么神要问他 因为神要他参与他的荣耀 上帝创造万有 然后预备人的心 施行救恩 借着圣灵 上帝不是自导自缘 对不对 上帝的确 上帝是导演 但是必定有演员的 这演员要参与他的荣耀的 弟兄姐妹 所以问 人子啊 你说这些海骨能复活吗 那他怎么说 他怎么说 他说 耶和华啊 你是知道的 你是知道的 耶和华啊 你是知道的 我告诉各位 这段话里面呢 可以说是一个最认识神为的人讲的话 因为一般上 我一般上问人 就问传福音者的时候呢 如果上帝一般问 你说这样刚应的民族能够信吗 你刚应的家人能够信吗 有些人说 当然能 只要你信一定能 只要你信 我们信 我们绝对能够叫那个民族改过来 那个国土福音能够进去 叫他福音化 那你的信这么伟大吗 你的信这么伟大吗 你的迫切这么伟大吗 不是 那有一些人说 哎呀 看他们刚应的样子 上帝啊 很难啊 不能啊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 你看你自己的因素 你的无能 你也把眼光放在人的刚应 所以很多人传福音一直落在这个两个 第一个是我们心机令人 所以一直很激情的 用自己的能力要做什么 你最后必定灰心的 因为那个死的状态是只有上帝能够叫他活 就生灵动工他才能活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看到情况条件 我自己恩赐不够 太灰心了 不能 但是以西节说什么 耶和华你是知道的 你是知道的 所以下面 上帝说什么 各位看 再看一遍 第四节 他又对我说 你向这些海骨发预言说 枯干的骨头啊 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对这些海骨如此说 各位注意听这个地方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 第六节 我必给你们加上金 然后下面说什么 你们就要活 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 各位这段经文里面 有没有发现这段经文里面 没有加上人的因素 这是上帝自己的主权跟能力里面 要成就的事 我必这么做 我必使气息 你们就活 你们就知道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上帝没有说 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 但是你们要呼吸啊 你们要呼吸 然后你们就活 如果你们这样做 你们信的话 你们就活 如果你们 可以了解吗 很多时候 我们像很康应的人 穿福音的时候 我们的福音是好像很多条件的 好像我们还在要人用力 要人用力来信 死的人怎么能够用力啊 死的人怎么能够选择啊 这是圣灵的工作来的 各位知道吗 我必须走 所以呢 这段经文 没有人的因素在里面 为什么上帝要先讲这一段呢 因为叫人的心灵安置在神的主权跟神的能力 是那个成就万事改变人心的那位上帝的作为 并不是人 要做宣教士的人 要牧养教会的人 或者你像你家人传福音的人 你们这个地方 你先要得到答案 不然下面你所做的 都是你自己的力量出来的 那你做不到的时候 或者你做不好的时候 做了没有果效的时候 你必定会信的 上帝是叫人先安置在他里面 他的权能 他的主权里面 然后之后呢 是跟人一起同工的 上帝差派你 是与你同工的 并不是你自己出去 我现在要给上帝看 我都没有信心 并不是这个东西 上帝一直跟你同工的 上帝与使徒们同工 他也坐在宝座的右边 也与使徒们同工 对不对 是上帝的话来的 所以 那么 现在我们怎么跟上帝同工呢 现在以西节 各位看第七节 第七节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正说预言的时候 不料有响声 有地震 鼓与鼓 互相联络 联络起来了 我观看见海骨上有精 也长了肉 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 这是第一个预言了 向海骨发预言 骨结起来 长皮长肉长筋 但是没有气息 第九节 主对我说 人子啊 你要发预言 第二次发预言 这个预言是什么 向风发预言 说耶和华如此说 七夕要从四方而来 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 使他们活了 于是我遵命说预言 七夕就进入海骨 海骨便活了 并且站起来 成为极大的军队 弟兄姐妹 几个预言呢 几个预言 各位还可以吗 这么闷热的下午里面 你们能够得到这个灵力 在神的话语里面上集中 这个也是你传福音的能力来的 我告诉各位 如果各位真的有到大陆参加特会的话 早上四个小时 中午四个小时 晚上两个小时 这样讲到的 弟兄姐妹这样领受啊 所以呢 我们大陆弟兄姐妹 要做宣教师的 我说 你先要回到大陆里面受训练 然后 那个时候再拆派出去 我再讲一遍 你在面对很刚硬的人 沉睡的人 两个预言 第一 向海谷发预言 这个叫做传道 也可以说传福音 第二 向着风发预言 这个叫什么 风代表什么 圣灵 对不对 叫圣灵座 依靠圣灵 对不对 这个叫祷告 听得懂吗 很简单 两个预言 第一个 我们要做牧师宣教师的 你要传的福音 你向枯干的人传的福音 现在我跟各位说有五方面 请大家自己掌握 五方面 传道的奥秘 传道的奥秘 第一 传道的内容 第二 传道的态度 the attitude of preaching 第三 传道的对象 第四 第四 传道的权柄 还有第五 传道的结果 the outcome of preaching OK preaching preaching 各位 当这个世界越来越堕落的时候呢 教会已经人本化 新派化 各位听得懂这些话吗 神秘化 求福化 人家讲wealth and health gospel 各位听得懂吗 成功神学这些 当教会已经这些东西侵入的时候呢 耶和华的精兵要起来 耶和华的先知要起来传道 只有你继续传道 在越黑暗的时候 神的子民越痛苦 但是如果你把道传得清楚 你传道的时候带有圣灵的能力 各位会看见在越黑暗的时代是实际来的 各位知道吗 第一 传道的内容 传道的中心内容呢 就是我们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了 阿们吗 我刚从浙江回来 不久前 各位都知道浙江温州的事情 拆十字架拆教会的事情 如果各位有看新闻的话 各位都会知道的 我在那个教会讲到 在宁波 宁波是另外一个 宁波温州都在浙江嘛 现在宁波那个地方也要被拆了 八个教会的牧者们 师母们他们就相聚的时候 我讲到完之后呢 这个牧师上来 他说 祝牧师 讲得对 我们一直在高举外面的十字架 我们教会多大 我们温州教会多大 各位大陆的教会 都是被温州教会影响的 浙江教会影响的 各位知道吗 我们一直在高举外面的十字架 但是我们教会里面 已经没有十字架了 没有把十字架的精神讲出来 他就承认说 我到韩国去祷告山 然后韩国大教会去的时候 哇 一万两万个人 我想 只有我们现在大陆 能够超越这一万两万个人 他就说这个 但是现在我发现错了 我们要回复的是 教会里面的十字架 不是教堂多大 所以当神把外面的十字架拿走的时候 很多人是很气 这个公安怎么能这样啊 官方怎么能这样啊 其实教会要悔改 各位听得懂吗 教会有没有把十字架的福音传 这是重点 重点在这个地方 就有一个谦卑的牧师 他的教会两千个人 他就听的时候 他就这样悔改了 我跟各位说 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 福音的中心内容是没有变的 第一 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 你要讲清楚 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 神帝至高无上的恩典 至上无上的恩典 告诉他们 上帝的恩典 没有条件的 告诉人 不管是中国人也好 泰国人也好 但是你讲了这个之后 第二 你一定要讲 耶稣基督是唯一 咒诅跟祝福的标准 基督是唯一 咒诅跟祝福的标准 你讲了恩典之后 你要讲 祂是标准 Jesus Christ 祂是标准 你的佛教跟我基督教也有一样 回教也有跟我们一样 这个是开始 但是你这样讲之后 人不能领受 好像他们听了之后 给你的耶稣一点尊敬而已 你开始要讲天堂地狱的信息 你开始要讲 拉撒路跟财主的信息 各位理解我现在讲的话 当你这样讲的时候 他们反抗的时候 他们反抗的时候 苦难就会来 但是如果先知没有讲这样的信息的时候 因为根本就算苦难来 他们也不知道我要转向什么 对不对 我要悔改什么 各位理解吗 为什么耶利米一直讲 你们必定遭受问题的 你们必定遭受苦难的 那他们一直不听到最后 上帝自己做 上帝自己会证明他的话 证明先知的话 那他们那个时候才会悔改 各位理解吗 我在教会界这么久啊 我信主二十多年 全职幕会十一年 宣教是从零九年到现在 我看到形形色色的牧者们 其实他们不敢讲十字架 他们讲的时候呢 应该绝对的东西没有绝对 相对的东西啊 医治啊 神迹啊 这些东西啊 你信了主会祝福啊 有这样的恩典 你病会好啊 什么 这样一大堆这些东西 今天我有感动说 你今天的病会好 什么 这样的东西 回去还是没有好 那病好了之后还是要死的 各位知道吗 就算好 你病好了 你还是拉撒路复活之后 过后还是要死的 对不对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 那个拯救人灵魂的那个福音 那个没有改变的福音 断定人的生死或福了 弟兄姐妹 我再讲一遍 上帝至高无上的恩典 向你们显明了 第二 基督是唯一咒诅跟祝福的标准 你是好人吗 对不起 天堂不是好人去的地方 天堂是人的最得赦免去的地方 那敌云是什么人去 不是坏人去的地方 是最没有得赦免的人去的地方 就是这么简单了 就像这个嘛 然后过后把基督的品格 他的圣洁 他的荣耀带出来 活出来 这个就是福音的中心内容 简单来讲 其实这些话是 其实两三天跟各位能够讲到完的 但是我现在就给各位一个大纲 就这样说 福音的中心内容 内容是最重要的 你无论多激情 你没有内容的话 圣灵不动工 有些人说 我们需要圣灵的动工 圣灵来啊 圣灵了 圣灵怎么来 圣灵接着你把福音讲清楚之后来的 各位知道吗 圣灵是这样来的 圣灵的大能大力是跟福音并行的 圣灵是要高举那个福音的 那个唯独基督的福音 对不对 圣灵是这个 然后 把中心内容讲之后 第二 你讲的态度是怎样 你讲的态度是 带着爱 你迫切 为什么爱呢 为什么爱 圣灵说要爱 不是 爱是因为你看到人是受害的 人的无知无能 人被捆绑的状态 夫妇两个人要离婚的时候 其实呢 两个人都是受害的 两个人都讨厌彼此 两个人都觉得 你伤害我 但是其实中间有一条蛇 中间有蛇 各位了解吗 在伊甸园 亚当夏娃中间有蛇 欺骗他们 人是受害的 我告诉各位 所以你看到人的无能 你传福音的态度是有爱 然后也迫切 迫切 所以我每次跟我教会弟兄姐妹说 你们传福音的时候 你们不要向报告新闻 报告新闻 就是报告新闻 这样讲福音 人是走向山 就是要坠落的时候 你的一个迫切带出来的时候 圣灵会动工 第三 传道者的对象 上帝把以西节带到平原 平原是什么地方啊 这个大旷野里面 无论跟谁在一起 他看到什么 就是发育员 对不对 所以如果上帝把你 无论带到哪里去 你传福音 福音 如果你是有生命有答案的人 神把你带到的地方 就是福音现场的地方 各位听得懂吗 有些人说 我喜欢跟这样的人传福音 这样的人比较容易信 那样的人比较不容易信 这样的人好 容易传没有这样刚硬 那样的人不好 我让大家明白啊 如果人是像这个枯干骨头的状态啊 不管他是高贵卑贱 谦卑的样子 很礼貌的样子 还是很粗野的样子 都差不多一样的 差不多一样 都是死在过犯罪业当中的 如果是我们人间 对不对 人间跟属灵世界不一样 对不对 人的属灵光景是死的 圣经是这样讲 对不对 但是人间来讲 人的高贵跟卑贱差很远 富于贫穷差很远 看的时候 哇 这个君王的样子 有学问的人的样子 跟没有学问的样子 就是出野的样子 看起来很远 但是在灵里面的光景是差不多一样的 各位听得懂吗 所以各位不要选择对象 你要回复的是 你有这个福音的内容的话 上帝无论把你带到哪里去 那个地方就是上帝为你开福音的门的地方 其实不在于你去哪里跟什么人在一起 乃在于你有没有那个答案 你有答案的人 神把你放在平原中最枯干的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有上帝叫你拯救的人 当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 有一次他去到雅典 雅典这个地方 哎呀都是哲学家 天天就是做梦 空想一些道理 然后又有整个城市充满偶像 这个很怪哦 又有思想 又迷信 有这样的民族雅典人啊 那保罗看到整个这个光景的时候 心里面很着急 然后马上圣灵就给他话语 在那个时候他就传讲神的话了 各位知道吗 是这样来的 上帝无论把你带到哪里 传福音的对象 在那个地方 第四呢 传福音的权柄哪里来 传福音的权柄 上帝跟以细节说什么 你像这些海骨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换句话说呢 你讲的话是我吩咐你讲的 传福音者呢每次失去权柄 是因为你关注你讲的怎样 我讲的好不好啊 人有没有信啊 人喜欢不喜欢我讲得到啊 其实你关注人的同时 你已经没有权柄了 各位记住这句话了 真的要成为上帝的仆人使女的话 你自己祷告 你得到神的话语 你传讲 最重要的关键在这个地方 你得权柄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耶和华给你的花 神给你的 圣灵给你的花 你传了 然后你传的时候 确定的心传 这是神给我的花 给慧众的花 他们信不信 由他们去 就是这样的 神自己会证明他的花 然后最后呢 传福音的结果 什么事情呢 这个骨连在一起 所以呢 圣经怎么说 不料 有响声 有地震 这个 骨头啊 比如说 这个骨头 跟这个骨头 断开的 你要连在一起的时候 是有响声 有地震 地震是什么 地震是 这个属灵界里面 天使动工了 圣灵动工了 这个是避震的意思 但是这个响声呢 那个骨头 连在一起的响声 是什么 我跟各位说 枯干的骨头 连在一起的时候啊 这个是有 不但有声音 有挣扎的 对不对 摩擦的 我跟各位说 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还有我传福音的经历啊 我把这个解释为 人的心灵开始有挣扎 因为听到你讲的福音 因为听到你讲神的话 心里有挣扎 甚至有反抗 甚至有反抗 我教会有几个弟兄姐妹啊 以前他们刚刚听到 牧师讲道的时候很生气啊 他们甚至说 这个牧师不信你的耶稣 就下地狱啊 就这样的东西 甚至有点反抗啊 但是我的弟兄姐妹跟我讲的时候 我心里面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啊 因为有反应好过没反应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你有反应好过没反应 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剑 我去吃你的时候呢 你起码嘛 啊 对不对 不痛不痒 吃了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死人 对不对 就吃他的 所以 有时候 各位在这个地方 泰国 大家都 Sawarika 就是 平安 对不对 你开始要把两刃的剑带出来 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 有一天 人甚至有点抵挡你 甚至要跟你辩论 好 我们辩论吧 对不对 保罗也跟雅典人辩论 对不对 但是呢 有爱 有迫切的这样做 爱人的灵魂 那人感觉到 开始是 对他的无礼 有点受不了 但是过后 我会看得到他里面的基督的 我跟弟兄姐妹说 你不要怕冒犯人 因为十字架本身 是有冒犯之处的 各位听得懂吗 十字架有冒犯之处的 十字架是神的爱 也是神的公义 十字架是一个唯独的救恩来的 所以对这个世界 the humanistic world 这个是人本世界 就是什么都是 你的也是对的 他的也是对的 什么有一个人起来说 只有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 真理生命的时候 这样的人是马上 心里面有一个怒气就会来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不讲这个福音的话 你怎么能够辨别神的子民 怎么能够叫神的子民的灵魂 苏醒 复活起来 弟兄姐妹 结果是必定会有的 但是我祝福大家 我看各位 我就讲完另外一个部分 我就结束了 那预言讲了 像海谷讲了 还有像哪里讲 像哪里发预言 像风发预言 风是什么 我刚才说祷告了 对不对 像海谷发预言 然后截起来了 长肉长筋了 有皮了 遮蔽他们了 像人的样子了 但是现在这群人要活起来 成为耶和华的精兵 要能够被拆派出去 能够征战的人 各位这是还需要圣灵的工作了 所以我这样告诉弟兄姐妹 当你回到教会牧养 或者你去宣教的时候 很多人犯的错误是 把关注放在讲道 多过祷告 我们以细节呢 他像风发预言 的那个迫切 跟像海谷发预言的迫切 是一样的 各位记住这个 我讲完道之后 我回到我的内室 我的家 跟我的家人在一起 那个时候 其实我更迫切地 依靠主 求圣灵 将他的道 能够刻印在我弟兄姐妹的心板上 各位理解吗 这是一个人要回到单一的依靠主 全然的依靠圣灵的祷告 你讲 因为人讲完道之后 用力嘛 所以我传了福音 人有没有信 我们一直关注这个 对不对 但是我告诉你 你不要关注这个 你关注主 你关注那位感动人心的主 关注这个主 理解吗 这个叫祷告了 祷告是你把眼目 把依靠 把追求 放在主 放在那个能够改变人心的主 这个叫祷告 他能做 他会做的 所以讲道完之后 全然的依靠主 然后祷告是什么 祷告是恒切的祷告 恒切 我们恒切祷告在哪里出现呢 《使徒行战》一章 对不对 恒切祷告 为什么恒切啊 我一到千迈这个地方呢 马上发现要做宣教的 要做宣教师的弟兄姐妹 都非常的恒切的样子 我问大家 恒切跟激情一样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使徒们恒切祷告 使徒们恒切祷告 十天之后五旋节来了 对不对 恒切跟激情什么不一样 激情是情感 对不对 那恒切的根基在哪里 因为主已经应许了 我会做的 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我把圣灵会浇灌你们的 然后你们会去 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基 各位听得懂吗 因为知道神要做 所以恒切 人的激情是在于人的意志力 但是圣灵的能力来的时候呢 神的应许 神的话语 掌控你的情感意志 听得懂吗 所以叫你因信了神的话 你恒切 你的恒切是有方向的 不是糊涂盲目的一种激情 所以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说 不是 我要到中国 要做宣教师 你有什么东西去啊 我很迫切 我想为人群做一些事情 我说中国不需要你的这样的迫切 中国也不需要你这样的激情 你的口里面 你的心灵里面你看 你的心灵 你上帝又没有把他的话放在你的心灵 放在你的口里面 你现在你的心灵里面 真心了神的话 神的应许 然后你有一个信息 像这个时代的人要讲 然后你跟我一起去 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这个叫恒切 真正的恒切 非做不可的 所以各位要辨别这个东西 我现在讲的话 都要辨别 再祷告 我是很喜欢跟 要做牧师做宣教师的人说 你们着凉吧 你们着凉一下 如果你们不可以的话 你们还是退 你们军队退后 现在 如果你们要走这条路了 你们必定走两国 那个时候 那你知道 不是你能够牺牲的 乃是圣灵在你里头运行 激动你 坚强你 使你非做不可 各位理解这句话吗 非做不可 跟我要做不一样 非做不可 因为你认识了福音的奥秘 神的灵激动你 你非做不可 所以 不是你能吃苦 我能够为神牺牲 我不敢讲 我为神牺牲 这句话太那个了 上帝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了 我为他牺牲 我去传 因为他的死 他的复活 感动了我 使我非去不可 各位理解吗 是这个理由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来的 各位祷告 也清楚神在你心灵里面的动工 然后最后呢 各位最后的祷告是怎样 最后的祷告是持续的祷告 你持续 使徒们持续的祷告 你为你的家人 刚应的人 祷告 一直到有一天 你发现 他们也被上帝的柔软的羁绊 牵你 无可抗拒的恩典 临到他们 他们因你的生命 看见那个看不见的主 神赐福的各位 所以呢 我应该要一个钟头就结束嘛 所以呢 最后我说吧 教会 我甚至这样认为说 我们传福音者呢 都是有苦难的 都是会遇到苦难的 如果你的生命是真的 你的信息是真的 你一定会遇到苦难的 如果一棵植树 一棵植树 是真的 跟那个塑料做的 这个塑料做的 永远是这么美的 对不对 但是虫子不来 对不对 但是叶子不脱落 但是真的植物呢 是虫子必定会来 叶子会枯干 所以 你必定会受到环境情况的攻击 如果你的信息 跟你的生命 是对撒旦有威胁的 真的对撒旦有威胁 对他的国度有威胁的 必定会受到这些东西 那么 这些东西 攻击来了 在各位身上 各位 我告诉各位 各位感谢赞美主 当 我其实 最近在讲《启示录》的信息 但是我要讲很多的背景 我跟各位说 当我们主耶稣 快要来的时候 真正的信徒 真正要传福音的人 是受到很大的逼迫的 是受到这个世界的风气 文化潮流的抵挡的 这个世界走向人本的时候 你要讲神本是不能的 你要这个世界讲 什么都可以接纳的时候 你只有讲耶稣基督 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你是很难讲出口的 所以你会受到这样的压力 压迫 必定会来 甚至从你自己旁边的人 会来的 你信主信得更独一的时候 跟人信的 就是这样 这样也可以 那样也可以的 这样的信徒在一起 不能不热的 他会逼迫你的 我跟各位说 但是我现在跟各位说 当这样的苦难来的时候 第一 这是苦难 我要怎么说 这样的苦难来的时候 是对教会好的 因为叫教会回复十字架的信息 第二 简单来说 简单来说 这样的苦难 患难来的时候 是叫真的神所拣选的子民 会进入痛苦惧怕里面 绝对会的 神的子民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 在飞机坠落 船沉下去的时候 会害怕的 但是靠自己的人 靠世界的人 靠肉体的人 是不怕 各位听得懂吗 神的子民会在这个时候惊吓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救恩要领到他们 所以必定要有苦难 这个世界最后要灭亡 走向灭亡 是为了叫神的子民 能够虚心哀痛 各位理解吗 第三呢 就是你们这些人 你们要加速传福音的脚步 加快 加速传福音的脚步 我带领跟各位一样的年轻人 我跟各位说 我们要做宣教师的弟兄姐妹 牧师真的为你们感觉到自豪 讲真的 当然我不认识你们的生命 但是你们有这样的志向 我是很想挑战你们 你们不但是要去到什么 非洲 巴基斯坦 中东传福音 你们是向这个时代传福音的 阿们 向时代 我们是被这个时代呼召的 所以呢 你们装备的时候 不要单单为了 只有要去那个国家 然后装备自己 你们现在 接着各样的管道 你们的联络网 你们的关系 你们要传福音的 我是到处跑 但是我发现 这个时代已经是网站时代了 我在微信里面 Facebook里面 新浪微博里面 你们都可以找到我的 在那个地方 我传福音的 在那个地方 用那个管道 把大陆的门 大陆是 我每次进去的时候 从北走到南 这是偷偷摸摸做的 去进去 然后这边跑 那边跑 我好几次 连讲道的时候 宗教局的人进来 就是拍照 然后另外一天 要见我 然后我就走了 我甚至这样的事情 也遇到过 但是没有时间 跟各位分享 那个内容 但是呢 一回到本国之后 我是在网站 这样传福音的 然后一年 几次 就是实际的 到那个现场去 然后聚集那边的同路人 真的要听福音的人 所以我想劝大家 从现在看 你们知道吗 Facebook 我单单讲Facebook的统计就好 Facebook 这是我去年的统计 有10亿用户 Facebook 1 billion 然后呢 每20分钟 各位有Facebook吗 这边有朋友 我知道国内不能用Facebook 国内只能微信 所以你看我又Facebook又微信 我的Facebook是像英文世界 微信跟新郎微博是像华文世界 但是我讲Facebook Facebook呢 10亿用户 每20分钟 有300万个人上传信息 300万个信息 300万个人 每20分钟 所以我现在讲了多久 我现在讲了一个小时 已经有900万个信息上传了 然后各位有Facebook吗 大家有Facebook的 有没有 各位有Facebook的人 你们回答我 你们看Facebook的信息 是多是世界的信息 还是基督教的信息 世界的信息 对不对 然后甚至你的朋友是基督徒 你看他们的Facebook 讲的是什么 都是世界的信息 吃的啦 政治的啦 就是这个经济的啦 什么 叫人这个短暂的世界感受到很愤怒的啦 这些东西传得很快的 对不对 基督徒是一直被这些东西分心的 因为这是敌基督的文化来的 什么叫敌基督 敌基督就是把人的注意力拿走 教人不想永生的事 甚至把信徒的关心兴趣也拿走 不想国度的事 所以连这个post 这个上去 这个网站的东西 都是世界的东西 都是这些崇高世界 然后生气这个人啊 以前我们国家要选举的时候 单单选举 那个Facebook也是 讲来讲去都是政治的东西 很少人传福音 我告诉各位 我跟我的弟兄姐妹说 你们无论传得怎么快啊 现在你们拿出你们的Facebook来 每分钟发一个信息 你们都赶不上这个世俗的信息 所以呢 我要讲的是 动用各位的管道 各样的联络网来传福音 你要成为一个福音人 你不能单单成为一个宣教师 去到这个地方传 你从现在你有的联络网 你的朋友 你的Facebook 你的微信里面 其实你开始传福音的 开始做见证的 然后各位会发现 最后呢圣灵自己会做的 所以各位就忠心在各位的岗位 从现在开始 为福音而活 神的呼召师 二十四小时 凡事上跟从他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祝我们感谢你今天 你把你的道向我们传讲 也祝福这群可爱的弟兄姐妹 祝他们有这样的心智 要服侍你 或者也带着一些迫切的 祷告题目 为着自己的教会 来到这个地方受装备 主求你自己 在这个期间里面 装备你的工人 兴起他们 操练他们 拆派他们 主 你的仆人就像他们讲的道 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 还能会见面 但是主你自己的话语 会证明你自己 但愿今天听得到你的声音的 起来成为耶和华的精兵 为主做见证 也向这个时代传福音 主我们感谢你 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道神明 阿们